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吗 对 这个过程挺辛苦 前一个是女儿 对 这个是儿子 你什么好事都给你们家改上了 不是 你看你们 大家都说凑成一个好字 你们都是很真心的 我说好字 我得咬着后朝牙 说好辛苦 真的太辛苦了 好辛苦 广州话讲 好辛苦 就是好幸福 好三福 好幸福 你老公高兴吗 大家那肯定不会不高兴 我想 老外有没有儿子情节 也其实也不太多 但是呢 我老公会 我儿子的名字 是把他的名字的字母拆开重组 就明白吗 他就开心一点 对 就是 其实也就是他的名字 我再去问一句 中国人一直有一个说法 比方说你生了个孩子 中国人 不管是私下 还是报社 报纸上 他都会说 谁谁谁 为谁谁谁 生了个儿子 是吗 对 就是说 比方说你周易军 比方老公的张三 周易军为张三生了个儿子 这很多人都这样说 这是传统的 老外会这样想吗 好像还真没有 能这么说吧 你会跟他说 我为你生了个儿子 不太会 我们一般 比如说 就你生完以后 你给那个亲朋好友 不是发信吗 要说我们生了个儿 一般都说 hour baby 对 什么来了 或者是hour什么 就不会说是谁给谁 或者谁家的 怎么怎么样 对 我对这个特别敏感 好几次就听到人家 就包括报纸上什么什么 很有名的人 比如说女的是 很出名的什么人 对 就会说 为谁家 为谁生了个儿子 还是有这种延续香火的 这个 父权 父权的这个遗存 甚至有些时候是皇权 那你要是皇帝的妃子 那就正是为皇帝 生了个儿子 但是问题老本性都是 岁都交不起的人 还是自觉觉得像皇帝一样的感觉 对 就老外不是完全没有 而是说这个程度的问题 我就觉得程度稍微轻一点 不是完全没有 接下来的程度 这男的就开始 我为你贡献了个精子 这样比较好听 你看 要不说现在 其实有些时候女权的说法 我非常愿意接受 甚至愿意推波助澜 我想想对男的一点都不吃亏 我刚看了那个 幸福二摩斯 连那个华生医生 就他老婆说 他先说 我带我老婆回家 然后他老婆说 然后他老婆说 然后他又换了一种说法 说我老婆带我回家 他说 better 就好多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刚生了孩子 还是要注意保暖 这个今天呢 我也是专门 把这个后外套还穿在身上 你穿的好多 对 我是故意的 这比较作秀 就表示我跟这个全球人民 共冷暖 这几天你们怎么过来的 我冷 我跟你说 我冷 北京说是什么最冷 我对北京的印象是温暖 因为北京都有暖气 我这是在香港 我感觉到这什么叫冷 没暖 真冷 你可以买一个 买一个吹暖风 对 昨天都脱销了 我昨天新买了三四个 那个电暖器 不能这么说 我正好这个周末去北京了 零下十七度 他白天 也零下五度 还真不一样 还真不一样 这北京的人 全都抱怨 说三十年没这么冷 真不一样 你不出门就不冷 对 你不出门就不冷 但是人总得要出门 但问题是人有个预期的 北京人本来是五度十度 他们没问题 但是一到十七度 他就同样走那么 比方说我们去开会 那个住的地方 跟他开会的地方 他们说两百米 那大家就觉得无所谓 但走到后来 那些人都逃我 就是他那个风割面 但是问题是 这么冷的时候 我就问这个旁边东北来的 我说那你沈阳来的 你觉得是吗 没事 这也算什么 你知道 所以差一个距离 对冷的感觉是很不一样 但我反而觉得 好像我印象当中 是北方人更怕冷 南方人倒不怕冷 因为以前我记得 就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 就我们同班 北方的人很早就开始 穿毛衣 穿特别厚的衣服 然后南方同学 一条秋裤 就一直到冬天 因为他们一直是这样 就惯了 是 当年我们那个 十佳装 就最早改革开放的时候 最早来的 就是温州小贩 一般都是在街头 那个修眼镜 干嘛的 一些针头线哪的 当时你看我们十佳装人 就会觉得 这个温州人 一个个小瘦个子 怎么就穿这个单衣 他们南方人这个习惯 就是 就怎么就穿 我们都大棉猴都穿上 所以当时有这个印象 对 但他们看到下雪就疯了 就觉得 哎呀 他就没见过 我跟你说 最可乐的是港人 这香港人 我那天看香港 有线电视新闻 因为那天已经把我冻的 我在屋里啊 都盖着棉被啊 我穿了后冻的 我都不行 因为室内室外一样冷 然后我看香港 有些电视新闻 什么大浦那边一个山啊 大蒙山 警察都不得不封路了 对对对对 因为拦不住这些人半夜 还有还带着小baby 小孩对对对 说要去看雪 对 实际没雪 没雪 看冰 看点霜 看冰 看冰 人家一个个 摔倒一个 半夜12点 就往山上爬 有些人凌晨三四点 然后那个香港 那个记者还问呢 他说你 你好玩不好玩啊 哎 好好玩 好好玩啊 冻的这个脸蛋都红了 就是就是为了看看冰茬子 你说你能理解吗 我们这个北方人 他们还有人带着那个 就那种那个 像雪橇一样 那个小凳子嘛 去划冰 然后我看到这还有人 带着狗去 说看这个狗吐出来的气 会不会结成冰 所以啊 这个北方人 太好笑了 这两天的事情 真是太好笑 停课哎 到香港 是啊 中小学就不上课了 为什么 为了五度啊 对 所以你 五度就全停课了 所以我现在觉得 作为北方人呢 你真是应该对生活 感到满足 你不知道南方人 什么都没什么都见过 南方人他看见个雪 他是什么样的陷阱啊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我给大家说 这个你看 哎 这是太空 太空 从太空拍下来的 这次啊 是全球性的 对 北美啊 纽约 多少年没遇过的 这个积雪 纽约都车 私家车不准上路了 积雪70多厘米 地铁站都乖了 街上没人了 对 对 然后就说 你看这是 这是北极北极的 这个极窝南下 这全球性的 这个寒潮 毛主席说 环球 同此凉热 至少对 就在这一块 同此凉了 往下看 马上就热了 你看这是广西 参观雪 警察呀 要拦住群众呢 用这个围栏啊 看这点雪啊 全市的群众 出来看雪啊 从来没见过呀 你瞧瞧 哎呦 这个要拦住 不让他们践踏 流着这点雪啊 你看带着小朋友 最好的镜头 要给电视台记者来拍 对对对 哎呦 这家伙多少年没见过 你瞧 这现在 这是城市的文物级的保护 就是 广州是60年没下过雪 所以是历史性的 重庆是20年 你看这小朋友 哎呦 珍稀啊 这点雪啊 你再看 从小没见过 哎呦 你看 其实是雪粒 是那个线 捏成一个算雪人 哎呀 照相啊 小朋友 你看 童年的记忆 永难忘怀啊 你看 这个广州 在外边 弄成这个雪人啊 怕化了 我自己放冰箱里 存冰箱里 存着呀 这家伙 60年没见过呀 好假 这玩雪玩的 降龙十八掌 拍照留念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是网上的 我就不知道真的假的 就冻的 雕塑吧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冻成钢丝了 方便面冻成 冻成固体了 冻成固体了 这是雕塑吧 这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 冻成这样了 然后 还是美瞳的 美瞳的 甚至还有这个广东人 跟这个柳宗元 杠上了 因为柳宗元 当年写写文章 唐朝的时候就写过 月犬废雪 就说梁广很少看见下雪 狗看见下雪就叫 所以广东人不高兴了 骂柳宗元 提示我们 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 刚才这个方便面 我就想起来 他们谁 原来那个就是 阿诚就喜欢 阿诚说话 说得非常精彩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他就说 他在内蒙那边 就是极北苦寒 就是特别冷的时候 当年插队知青 户外零下几十度 你说冷到什么 大小便都有问题 哦 我看过那一段 是吧 说你不能随便 你大便 戴个棍子 你大便 你很快 你就得拿个棍子敲 要不你就坐那了 你这样吧 说出去要晒个棍子 你还没听他说说小便 他说那个知青 躲屋里 没法出去小便 那就冻死了 然后拉开一个小缝 拉开一个小缝 小机机捅到那个缝那 往外一尿 你就听着外边 噼啦啪啦 出去就成冰茬子了 然后整个一冰雕 这人 一冰雕 哎呦 这个我觉得 我我觉得这么冷啊 但是我怎么看网上 他们欢乐 欢乐 但你们怎么说的那么乐 其实这个现象不是好事情啊 他这个成因是因为有暖气流 推到了北极圈 把北极圈的冷空气再往下推 就是推 然后再往下推 所以我们这才这么冷嘛 那你这个暖那这个暖气流是哪里来的 这还是这个全球在暖化吗 肯定是 总体来说要是地球暖化 搞得气 那个天气异常 对 不过我觉得香港这个 我这次的一个感受就是说 每个地方的人呢 他对于他的气候环境啊 他这是有一套自己的适应能力 在这个常规的这个情况下呢 大家就生活惯了 稍微一变 所以这个气候这个东西啊 不定是我讲自然气候 还有人文气候 各种气候 气候一变啊 真的不适应 而且不是一个标准 就我们刚才就看到这样的情况了 对不对 香港人稍微这么两度三度 吵死了 这是学校停课 对 还真冷 你别说真冷 因为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暖气 对 房间里 你到睡房里 一进去那个表打出来五度 你叫我怎么睡 我看到这个五字 我就吓死了 对不对 我就是 我跟你说 但是我应该感谢这次极寒 我的睡眠问题解决了 怎么 你觉得这很奇怪 我过去一年来啊 我不是靠着这个喝酒才能睡觉 我不今年元旦这个节目 我说我就发誓 我这一年浑浑沉沉 我说我绝不得要戒酒 你不能再靠这个喝酒当安眠药了 但是那就失眠嘛 但是就这几天 我有一种啊 极度的虚弱的感觉 白天我都想躺会 然后到晚上12点我就上床 一会儿就睡着了 你知道 我现在就意识到 马卫多先生有一次说的 他可能是有生活经验的 他一次说啊 空调不要开太暖 冷了容易睡着 还是说我身体出什么事了 对 冷了你可能觉得被子里热 会不会这个感觉 我这几天就觉得我整个就虚弱 人就萎靡 就白天都想困一会儿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温度 气候 对人确实是很大的改变 你老公不是说是瑞士人吗 对 那可是冷地方的 对 他们那儿下雪 那比这儿可严重多了 我们所有看到这些水 都要大多了 你知道 但他们特别怕冷 刚才就说的这个道理 因为房间里太暖了 所以一碰到像在香港这种 他就受不了 他反应比我大多了 你要这么说 你看那日本小姑娘 日本少女 全是上边厚 下边冬天露的大腿 露一些腿 下面是靴子 对 我看老外经常就上面穿的特别多 下面就不管 好 这是为什么 他们觉得就这一块 你的这个气 好像从头开始 就这部分是你的热量所在 下面他们就没所谓 还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他们都有暖气 比方说美国 北方也是这样 对 你的裤子要穿太厚了呢 你进了房间就很狼狈 我听人说过 说是日本 有个地儿叫渣黄 渣黄 说有的街道上都有地暖 有的街道上都有地暖 我的天 所以你 你里边暖气嘛 你所以不能穿太厚 我这是第一次穿秋裤 顶不住零下17度在北 土鳖了吧 你还真有秋裤这种东西 穿秋裤土鳖 就是零下17度 没错没错 我也穿上了 我开始就没穿 北京机场出去叫出租车 我觉得我下面好像没东西 吓死我了 然后就穿了一条秋裤 就这样 这个还是坚韧性 不如日本人 他们就讲 这日本小姑娘 为什么有这个 一个是为了美丽动人 再有一个 日本民族这个传统 他们经常耐冷 对 他们经常就认为 你就应该穿冷点 你平常就保持一个忍耐 而且过去日本 这个资源非常贫瘠啊 本身的棉花就非常少 所以大家都会记得 日本那个武士 奔跑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下面都是光着的 一跑起来 他那个袍子底下 就是光屁股的 你知道吧 前一阵子不是还在 就大家在传着看 有一个是俄罗斯电视台拍的吗 那帮那个 是一二元的小孩 光着在雪里面 就打滚嘛 就先是进那个桑拿房 就特别热 然后出来 在那个雪里面打滚 然后那个大人都在外面 穿着那个羽绒服看 他打完滚回去 再喝热 然后再喝热茶 就这样来做端倫 你知道我在这个天涯上 看见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认为他是胡说 对吧 不是 他的理由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呢 你信不信的吧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亚洲文明 就是说 他就认为啊 如果把欧亚大陆版图 视为一体的话 就会发现 过去千年的欧亚大陆史 可以看作 从北方来的欧洲人 和从南方来的亚洲人 在北温代的战争史 双方的交汇点在土耳其 黑格尔说 北温代是人类历史真正的舞台 北温代就是基本上 在北辉辉线和北极圈之间 包括亚欧北美的大部分 这是最据说 这是最异于人类的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是人类竞争的舞台 所以说呢 他就认为决定了这个 人类历史啊 比如说你看 他就讲了 寒代和温代的居民 头大 头形圆 脸部脸部比较平 这很有利于保温 减少散热量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头的 那蒙古人是这样 但是又有一点说的 有点靠谱 说为了抵御严寒 就你老公他们那边的人呢 鼻子白种人 鼻子朝阴沟状生长 这样鼻梁比较高 鼻内孔道较长 就保温的这个 这个温室比较长 而你再看看黑人的鼻子 你就觉得散热比较好 是吧 对 然后呢 说这个 你看黑人的脖子很短 头明显偏小 鼻子较阔 这样有助于散热 你看 然后呢 甚至他还发挥 生活在热带地方的人 在室外活动的时间比较多 气温高 情绪比较暴怒 比较易燥 所以一千年来 地中海 巴尔干 中东始终是火药桶 居住在寒代地方的人 大部分人很宅 养成了能控制自己情绪 有较强忍耐力的性格 我觉得这是胡说 就是说 寒代生活的人 室内常年需要勾火 所以对火呀 有一种发自天性的热爱 所以北欧来的欧洲人 建立宗教裁判所以后 非常喜欢用火形 而黑人呢 又最怕热 所以怕火 黑人对火形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 历史上黑人 如果有重大反叛行为 白人的处置 往往是火形 这一招往往比较奏效 所以黑人最容易 受白人的奴役 真能聊 他里头有几句话 说的倒也是对 他说在冷的地方 人比较宅是真的 你像在 挪威芬兰 瑞典 就那个圈里面的 他们就说 那边的人就是特别的宅 他们都不说话 就是说话非常少 喝酒非常多 还有一个因为他人少 那边 他没有什么邻居的 他们所以不是很会去 social去社交 所以人就不太说话 就光喝酒 所以绝对福特加 不是瑞典产的吗 瑞典 对 而且他们心里面 我觉得挺憋的 那种感觉 你记得挪威画家 门客画的 那个好叫 那个人叫的 就是典型他们人的性格 动坏了 好叫 他就这样的 以欧洲来举例子 区别倒是很明显 那个北边的就是 音乐发达 哲学发达 就是理性思维 利于思考 就人就比较理性 南边的呢 就是浪漫 就是绘画发达 美食 艺术 你靠地中海这边的 这个 我觉得这个权力游戏啊 在这点 他做了很好的尝试 你看他的画面 一直在兑换 他一面是冰雪的世界 对 北京 那是抗议 就是就是抗争 勇敢 残酷 然后到了南边呢 就是阳光下面嘛 阴谋 诡计 色情 性欲 你看全 他一不断的两边的画面对照 这个都是欧洲中心 你欧洲文化分 很清楚 我试着以欧洲文化的这个区分 来分析中国东北 跟中国的香港的话 这套公司很多是不大型的 对啊 那对 有一点想得通 就是说 南方的人喜欢吃 吃的东西多 北方的人吃东西简单 下蹲饺子就很开心了 嗯 那这个 这个 还有呢 北方的人比较比较高大 打仗 打 这个历来是这样 但是广东人也很厉害啊 对 打起来不厉害 反抗的都是从南边起来的 所以这一点 这一点跟跟那个很不一样 欧洲啊 真的是北欧的人厉害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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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 那个中国买的那个航空母舰叫啥来的 就是北欧人的这个 对对 那个是乌克兰的那个吗 对对 他的名字就是当初北欧人的 那个瓦克良 对 瓦良格 瓦良格 瓦良格人指的就是北欧人 对 他是我从维京人那个过来的 对就是维京人 北欧海盗吧 那些 对对 他们统治俄罗斯 然后南方就是南方讲起来他也有罗马 这个也很难说 但其实中国南南北方会不会是这样 我觉得中国北方其实他的土壤条件比较好 他有黑土地嘛 所以种的东西也很多 所以他不是说要非常辛苦的去劳作 南方那时候倒是穷山恶水 但一发配不是都是去南方吗 对吧 可能这个是使得他们工作时间长 我很感性的讲 南方的农民比北方的农民工作时间长 就是就是江西的农民啊 比河南的农民辛苦的多 所以中国的这个南北方的这个文化呀 他不仅是气候造成的 他还是权力造成的 对 北方民族侵略他形成的 你就像他刚才讲的 这个这个包括 而且呢 即便是北方民族南下 也都跟气候有关系 过去他们不是专门有人研究出一个规律吗 就是你别看什么时候 北边的匈奴啊什么 就南下就打下来了 往往跟这个气候变化 比如那年冷的话 他们那个血线呢 就比较比较南啊 还是比较北啊 就是说他那个草 那个养养不活 畜牧文化跟农业文化 对 他就要南下 他就要南下 对气候温暖的时候呢 相对就好一点 所以说这东西 那个许卓英他不是就讲吗 说这个欧洲人为什么勇于开拓 他去喊喊要去干嘛 说中国人为什么相对来说是保守 因为中国人种的是稻子 他说种稻子呢 需要全家人一起帮 所以他不能够离开这个乡土 而这个欧洲人 他们吃的是麦子 这是哪一洒就开始就种了 所以他们就可以离开 那个维京人也是这样 他为什么能够跑那么远的地方去呢 维京人那个时候 他们娶好几个老婆 就说为了满足这些老婆要 他们都很贪婪嘛 他吃的有很多 有很壮嘛 说为了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 所以不断的要出去掠夺 你找的老公就是那个地区的人 没有 他是中欧 中欧不是北欧 他不是维京 瑞士 热尔曼人也很厉害 瑞士是战士民族 你知道吧 后来打败了才中立 对 现在你看把我们的血统又给混了 呛呛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这个所有的人都在说我冷 我冷 对吧 哎 也有一个记者说他冷 他是在过那个安检的时候 新疆这个东运会啊 但是呢 你看看他这个挺有意思 有人拍下来视频 但是咱们必须说明啊 这个记者他也正式道歉了啊 说这个造成了不好 是社会影响 我错了 什么道歉了 而且他所属的这个这个某国家级这个店还就是央视 我就是我怎么能避开不得罪人家 就是说某国家级还有几个国家级的 对对对对 反正就央视人家也大方吧 人家公开公开道歉了 公开道歉了啊 这个别单必须 但是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来先生请配合安检 请配合安检 我们的安检要求是请脱掉你的外套 将你随身物品全部过X光机 请你给我配合我们的安检 我老 我告诉你我老 不紧 请你配合工作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我老 那请您下来好吗 请您下来 你们省领导不安检吗 所有人都是一个标准 你们省领导不安检吗 你们省领导不安检吗 只要不是免检 他就必须安检 你都有免检标识 先生你有吗 其实照我看来 虽然他这个态度啊 行为不合适 但是他有一句话 还是尽到了记者的本分 对吧 你们省领导不安检吗 这是这是 专门希望中国的记者 都能有这样的气度吗 这个这个这个精神吗 感觉像我当记者 我哪敢问这个 对吧 你就是怂恿中国记者 对 这个问题 其实问得很好 对不对 才是最可怕的问题 不是 但是人家这个 这个安检员回答的也好 回答的也很好 对吧 就让我想起当年咱们学那课文 列宁同志怎么着 没通信证 对吧 不过那少兵 那个课文没写 他后来的命运怎么样 对吧 哎呀厉害厉害 我冷 我冷 我觉得他说我冷 他挺冷的 不是 你们没有看权 你就会知道 今天这个 就是什么叫媒体社会 他最终 我认为影响到国家管理 因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 你知道这个 这个在冲突的时候 这个安检员 最后就说一句话 就说不要紧不要紧 我都拍下来了 我正拍呢 我都拍下来了 我正拍下来了 你知道现在在我国各地 一旦发生什么冲突 人民与人民之间 或者人民与官府之间 他马上都有这个 无数个人就 我拍下来了 拍下来了 然后他怎么播 谁让不让你播 也是另一种权利的游戏了 所以我就说观看影响中国 围观 人家说围观影响中国 就是观看不是一个被动的行为了 现在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一边观看 一边还能发言 就是我就说这个 你觉得这弹幕像不像是那种 一帮人大家看着一个东西 一边嗑瓜子 你一言为语 就这么一种观看行为 而且不单是看这个镜头上出现这个人 还看他后面那个背景 还看他说的话 是不是他自己说的 背后迫使他的说这些话的 整个这个公审画面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双刃见 单目就发的人之间还有交流 慢慢慢慢他会影响 他这个意见的变化